我聽過 你們聽過了嗎 他們還沒聽過啊 好不好 可以嗎 才剛拿起故事書 就遇到第一關 但是上學期是忘光了啦 都忘光了 那真好 還好你忘光了 我現在講你就 好像重新聽到一個新的故事一樣 就是說可以 他如果願意講 可以讓他講大概 他不願意講 那就說那我們要不要聽聽看 老師講的跟你以前聽的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抓到 哦 只會引導瞬間讓混零幼兒 進到愉悅的閱讀情境 去年暑假從幼兒職場退了下來 57歲的黃立青退而不休 一展劉塞幼兒園奉獻34年教學經驗 現在都是混零班 那1比15的那個比例 深的對老師來講 是有一點點壓力過大 尤其是現在新生 有的才還要幫尿布的 對同一個顏色 從園長到志工 角色轉換 不見得是豐沛的包容力和耐心 一星期四天從早到晚沒有停歇 幼兒園是小朋友他們第一個 融入大家庭的地方 融入那個團體的地方 那學校應該就是本質讓他們可以安心 就是奉獻然後不會想要就是獲得什麼 我覺得他獲得的就是他自己 就是內在的那一份喜悅吧 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 默默耕耘儘快的身影 神的教育界最美的風景 會陪一輩子嗎 陪陪到不能陪吧 帶一新聞消失節的健寬 台北報導 阿祖